在寧夏夜市看到魷魚羹炒米粉 再看到綠豆沙牛奶又停下來 王二勳帶著張中謀 林百里 人擠人 試探逛夜市 鎖定額間和豆花大方和民眾自拍 週三晚上11點多高齡92歲的張中謀 平常都10點半11點睡 但人生首次夜市体验精神很不错 对林百里来说也很新鲜 林百里坐东吃晚餐 黄仁勋当夜市导游三聚投机和场面难得 其实黄仁勋和张忠谋交情匪浅 1995年回答刚成立 30岁的黄仁勋写信给张忠谋 询问可否替回答代工晶片 张忠谋回电给他 让他激动不已 台积电不离不弃的协助 对回答影响很大 去年张忠谋获得首届李国鼎奖 黄仁勋还带夫人惊醒现身 他和张忠谋相差31岁 不只是伙伴也是朋友 而黄仁勋和林百里也是多年合作 2016年回答首部AI电脑 还有2023年最新AI伺服器都出自广达 黄仁勋过去参加台北国经典脑展 还特别跑到广达摊位站台 这次逛完夜市 黄仁勋贴心护送大家坐车 才离开 被问到要去哪 黄仁勋说真的要睡觉了 来台和好友见面 除了工作往来 也看出和张忠谋林百里 私下交情身后 TVBS新闻网新唐小日人台北财富木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